北京时间2月12日晚20点30分 英超第25轮 漫年主场迎战南安普顿 1-1 漫年主场只拿到1分 拉什福德助攻的桑桥破门 对C罗来说 这是一场郁闷的比赛 一球一助攻 都被吹越尾 进入2022年之后 C罗依旧是0球0助攻 新年的英超13次射门0进球 尴尬记录还在延续 英超积分榜上 漫年23场拿到39分 排名第6位 南安普顿23场28分 位列第10 对漫年来说 本场比赛若是全取3分 就能暂时杀进前4名 C罗、拉什福德、桑桥连妹出战 伯格巴连续首发 开场仅6分钟 漫年险些破门 桑桥送上直塞 C罗准单刀闪开门降 可惜的是 C罗的推射被后卫解围 第21分钟 漫年打破僵局 必废送上妙传 拉什福德右路冲刺 随即送出横传 后点的桑桥右脚推射 提球打在皮特斯腿上偏转入网 漫年1比0领先 加盟漫年之后 桑桥终于收获英超主场第一球 半场结束之前 C罗助攻伯格巴打进一球 不过边才举其示意 C罗越位在先 一边再战 第48分钟 南安普顿班平比分 埃尔由努西直传 亚当斯进去左侧推射打远角得手 1-1 漫年这个丢球 属于明显的防守态度不端正 盯人不紧 压迫强度不够 瓦拉内朝着达洛特瞅了一眼 指责达洛特的失误 C罗也很生气 羊手表示不满 第72分钟 必费任意球传中 桑桥助攻C罗破门 但C罗明显越位 进球被吹 这场比赛 C罗上演越位传设 助攻伯格巴之前越位 进球也越位 漫年7号找裁判理论 但这只是徒劳 第88分钟 马奎尔在防守布罗亚时 一脚踩到后者的小腿上 裁判认定马奎尔是无意之举 没有出示红牌 马奎尔险些绝杀 曼年越踢越急躁 第90分钟 替补出场的林佳德 因为抱怨染黄 全对焦躁的情绪 写在脸上和动作上 第92分钟 曼年险些上演绝杀 马奎尔的投球功能 被门将神奇扑出 与战之中 曼年1比1 未能在主场拿下南安普顿 计划中的三分变一分 现场的7万曼年球迷 发出一阵嘘声 对曼年来说 这又是一次打击 赢球就能暂时进前四 但红魔错失机会